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4岁时踏上DJ行业 18年来他努力打磨记忆最终获得成功 但这一切都来之不易 最深刻的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 当时是一个月有40个DJ来踢馆 就是踢馆就是好比他来试 如果老板觉得他好 我就会下课了 白天要训练大概五六七八个小时 然后每天晚上上班也要五六个小时 基本上每天听这种音乐 最少要十个小时 但是最后还是 这40个踢馆都没有成功 最后老板还是觉得我是最棒的 白天训练 晚上工作 长年的坚持不只是对意志力的挑战 同时也极其考验 听觉器官 十几年下来 王一龙逐渐发现 听力有些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左边那个耳朵 突然间 就好像他听不到东西了 右边能听到 然后我用手动一动 他就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但王一龙最受困扰的 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由于王一龙小时候家境困难 王一龙的母亲承担了全部的压力 支持他学习 并一直陪伴所有 所以时间长了 王一龙也开始担心 妈妈的健康状况 因为这个低音是很重的 然后其实低频超低音 它其实不是声音了 我觉得是一种震动 然后我觉得年轻人是可以接受 但是老年人 我觉得可能接受不了 这种重低音 超重低音 自己爱好的视野不能放弃 但如何尽量不让声音 影响到老人呢 这是王一龙希望尽快解决的问题 无独有偶 喜欢动感音乐的人不止一个 蓝芳是一位已有五个月身孕的准妈妈 她平常就非常喜欢音乐 而且尤其喜欢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都说拍照早一点 宝宝会更聪明 听音乐会对这个宝宝的头脑发育 有很大好处 我老婆呢 喜欢听一些这个迈克尔杰克逊的歌 对我觉得现在都给宝宝听一些快节奏的动感的音乐 那她以后肯定会非常活泼 所以呢我们从开始 她叫就一直听迈克尔的歌 但是最近一个朋友的遭遇 让她担心起来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很久不联系的大学同学 我们通电话 我就知道他们家出事了 她呢也是怀孕的时候经常听音乐 但是孩子生下来两岁的时候 还是不会讲话 家里都急坏了 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 孩子已经失聪了 我跟我老公说呢 我们从怀孕到现在五个多月 也一直在做胎教 所以就有担心孩子会不会受到影响 音乐胎教是现在很多准妈妈孕期 特别关注的事 但是近几年来 像兰芳朋友家孩子失聪 或先天听力障碍的孩子越来越多 人开始对音乐胎教也发出质疑之声 那么孩子在妈妈肚子里 究竟能听见多大的声音 迈克尔吉克逊的歌还该不该听呢 这是兰芳急需求解的问题 话不多说 在面对面了解王一龙的问题之后 我们建议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听力 看看现在的实际听力 到底有没有问题 对做音乐的人来讲 如果听力受损 绝非小事 之前媒体就有报道 著名音乐人任贤奇 就因为大学期间兼职很长一段时间的DJ 现在他听力受损 无法恢复 那么在空军总医院检查之后 会不会证实王一龙自己之前的猜测呢 王一龙这个孩子 就是因为他噪声接触时比较长 他的听力已经出现了不同频段 不同程度的下降 从我们临床上可以给他界定为一个中度的 神经原型的听力损害 接下来医生对王妈妈的听力 也进行了系统检查 然而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却让王一龙大吃一惊 从你这个听力图现在看啊 你的左耳听力比右耳听力要差 他妈妈呢 实际上因为他的母亲呢 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那么我们对于老年人呢 他本身就有一个听觉功能减退 我们也叫老年性龙 他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也接触了噪声 在一个嘈杂的环境 包括这些电子音乐的刺激下 同样会有一个神经性龙 那么他既有噪声性龙 又有老年性龙 所以他的听力呢 比这个孩子听力还要差 这是大家都没有料到的情况 王一龙自己打碟训练 没想到经常陪伴自己的妈妈 听力受损情况比自己的还要严重 为了帮助王一龙解决他们家的声音问题 我们决定接同专家一道 去王一龙家里实地看一看 那个音乐会有多大呢 那声音 音乐大概 经过实际测量 王一龙在家中训练打碟时 所产生的音乐声大小 有90多分贝 90分贝 90分贝 左右 所以大概有20分贝 的隔声量 现在我们升级机测的是 就是说 虽然门板隔声 但是门风漏声 门风泄露出声音了 所以这隔声量 总隔声量小了 接下来我们用声像仪 对门板隔声情况 也进行详细测量 结果发现 这个门对低频 中频 高频声的隔声量 都不太好 开着门是106分贝 关上门是84分贝 所以隔声量是22分 总体看起来 这个门的隔声量不太好 所以当王一龙沉浸在 令自己无比愉悦的 电子舞曲当中时 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对老人而言 他可能在释放噪声 因为孩子有一定的成绩了 作为家长 还是很骄傲的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因为可能随着年龄增大了 然后有时候 我就感觉到 再听他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有感觉到头晕 还有胸闷 有时候也比较发胀脑袋 然后睡眠了 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为什么人在噪声环境下 会出现各种健康状况呢 为了看看声音对人 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找到了一个 身强力壮的志愿者 看看在接受不同频率的 声音刺激下 他会出现什么反应 杨老师把声音发声器 搬到了医院一个房间 志愿者接上脑电图监测仪 和心电监测仪 从高到低 每个频段的声音 持续发出一分钟 现在有什么感觉没有 感觉脑袋有点 有点跳 有没有压有多的感觉 就是有点动 有有有 轻率真快了 现在是77 虽然测试时间不长 但是志愿者对某些频率 明显表现出不舒服的反应 它是从50赫兹到75 这个频段 对比较脑 头皮发麻 然后头皮发胀 心率增加 然后在100赫兹到125赫兹 耳朵不舒服 由于监测时间短 志愿者脑电图变化不明显 但是医生判断 如果长时间暴露在噪声中的话 人一定会出问题 你要常见累月的 在一个处于这个环境当中 有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个情绪了 甚至会影响其他的一个 其他的一个系统方面的 一些功能能改变了 包括消化系统了 或者是听力的一些改变了 包括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 出现一个烦躁了 甚至是失眠了 睡眠障碍了等等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科院生学所曾经做过 极端噪声环境下的动物实验 长时间的噪声刺激下 动物会出现肺冲血 心脏冲血等现象 就是一个声音对人的损伤 它体现在声音的强度和实践 这两个因素 一个很强的声音作用很短 可以让你受到伤害 一个不是很强的声音 如果持续时间特别特别长 它也会把你受伤害 长时间接受声音的刺激 健康会出现问题 而王毅龙的妈妈 更是在高躁身环境下 一直陪伴了王毅龙十几年 伤害无可避免 那么针对王毅龙家里的声音问题 专家最后会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呢 那么我们在感受美妙的音乐时 控制好了音量大小 它是不是就安全了呢 还沉浸在朋友痛苦经历中的蓝芳 一直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他无法确定 现在胎教用的音乐 是否也在伤害孩子 我那个同学呢 就是小音箱 声音开得比较大 而且贴着肚子给宝宝听 但是我不是 我每天呢 也就是两个小时 而且离得比较远 那我的宝宝将来 应该不会有事吧 孩子到底能不能隔着肚皮 听见妈妈所放的音乐 这个音乐贴着肚子法 对里面的宝宝 是否会有伤害呢 经过多次实验设计 我们希望专家的模拟实验 能够帮我们排除这些疑虑 我们在一个袋子里装上水 模拟洋水环境 里面放一个声音接收器 在这个袋子外面不远处 放上另一个声音接收器 这里外两个接收器 把他们当作妈妈和宝宝的耳朵 接下来要做的实验就是 看看音箱贴着肚子和不贴肚子 宝宝能听到多大的声音 但是音乐台教对胎儿来说 到底有没有意义 胎儿对外界声音 到底有无喜好可言呢 新生儿的妈妈们体会不同 很多妈妈的体会是 胎儿能够听见子宫外面的声音 但这些声音尤其是音乐 胎儿是否能欣赏 有专家存疑 音乐我们听来是音乐的美好 不是音乐本身有感情 音乐它也是通过声音传播 它实际上是一种震动 它本身是不具有任何的 这种情感因素的 不同的人听同一首音乐 也会有不同的情感变化 孩子无法知道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么音乐台教 是否真的是家长的主观想法下 主导的一件不必要的事呢 胎儿到底能听见多大声音 贴着肚子给胎儿听 是否真的存在风险呢 现在是喇叭跟这个水囊 有一定的距离嘛 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现在这个 妈妈听到的声音 比胎儿听到的声音 大约要大一千倍 让我再让它贴上去看一下 让它贴上去看 两边使劲推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 音箱紧贴着水袋的时候 妈妈的听到的声音 比胎儿听到的声音 大一百倍 听到的是一百分贝的话 胎儿听到的是四十分贝 但是如果说你紧贴肚子的时候 妈妈听到一百分贝的时候 胎儿听到的有七十分贝 所以也就是说 蓝芳的好朋友在孕期 用小音箱贴着肚子 给宝宝放音孕 是一种极不安全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个损伤 我还是倾向于认为 这个声音对胎儿是损伤 不是好处 声学专家对音乐胎教 持非赞成态度 那么蓝芳在整个孕期里 是不是意味着 要放弃最喜欢听的 麦克尔吉克逊的歌呢 我们似乎总是习惯 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没想到 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美妙音乐 对胎儿来说 有可能却是极大的危害 那么还有哪些听音乐的情况 是我们所忽视的呢 开车 很多司机在驾车的时候 都有听音乐的习惯 我们对几位私家车主 进行随机采访 并准备对他们开车时 所听的音乐 进行分贝测量 我们发现 车行进时 关着窗户听音乐 车内噪声有60分贝 但是 当把车窗都打开的时候 由于外面噪声非常大 为了要听清楚音乐声 司机都提高了音量 这时 我们测到的音量 最高值 可以达到90多分贝 另外 现在很多人 坐地铁和公交车 也喜欢带着耳机出行 解除旅途的寂寞 但是我们发现 在地铁车厢里 最吵的时候 车内噪声最高 可以达到95分贝 在地铁里 为了更清楚听到 手机或其他播放器里的声音 人们也经常会把 音量调大 就是这里边很吵 所以我就喜欢戴着耳机 然后听着音乐 会把音乐稍微放大一点声 这个环境声音 已经达到了85到90dB之间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听到 音乐的话 必须要超过这个值 所以就是说 至少要把耳机的分贝 提到90dB以上 最后 还有一个让年轻人 热血沸腾之地 它的音量 搭得足可以和飞机 起飞时的噪声 相提并论 那就是 第一厅 在敌厅里 正常说话 根本无法听清楚 而根据我们的实地测量 最大音量 竟然高达120分贝 这和飞机起飞时的声音 一样惊人 可以想见 长期在敌厅夜店 工作和娱乐的人们 要面临更加严重的 声音伤害 以上几种环境都充满噪声 在这样的环境下 听音乐 极乎是人耳的伤害 由此不难想象 王一龙的妈妈 多年来 在承受怎样的压力 对王一龙家里的情况 杨老师的方案是 为了给妈妈换一张门 王一龙在市场上 开始一圈又一圈寻找 他找的目的 就是要找到 隔声效果 较好的门 咱们看那些门 它所有的这个门 都有一个45度 这个斜口切边 就它这个原理 就是根据咱们家里 的丁箱的这个原理 还有咱们那个 宝马侧门的原理 就咱们正常的门的话 它都是平口的 然后它这个45度斜口的话 它关门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这个吸力 而且它这个静音效果 对斜的 都是平的 对对对 哪个是效果 隔音效果最好 隔音效果最好的话 这边 可以过去进几边试验一下 对 你也有意思 诶 怎么样安静吗 声音确实小了好多 怎么样 是的 小很多 这个声音确实小了好多 这个好像还是不错的 明显是比其他的 比较好 王一龙看好了一款静音门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用一个静音箱来测试一下 这个静音门的隔声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放一段音乐 看一下它的分倍数是 现在我们来打开静音门看一下 放进去 对比结果 音乐音乐声播放在77至85分贝 关上门以后是39至48分贝 基本格调噪声37至38分贝 找到门后 王一龙赶忙联系工人 换门安装 换上新的门后 客厅安静很多 王一龙和妈妈互不干扰了 你在高声的放音乐 你在跳舞或者是什么 你也会影响别人 但是如果说 我们有了这个静音的门之后 一个是对大环境 周边 你影响不了人家 人家也没影响你 这是真的 这是一个对他有利 对我们也有利 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在于我们生活的小环境 小空间里边 那就是和我们的父母 和我们的子女小孩 那么还有夫妻之间 小环境里分成若干的小环境 那么在于我们这种革音的门 那么就会 大家互不影响 各得其所 各得其乐 所以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静音门的革音效果明显 同时为革绝外部环境噪声 王一龙也带上了降噪耳机 我建议就是 平时听音乐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音量放到 自己觉得特别爽 这种音量的大小 我觉得稍微放小一点 最好是 比如说听一个小时 然后休息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听 另外听取专家建议 蓝芳放弃了高频声太多的 麦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改为选择更舒缓柔和的音乐 我也同意去让柔和的音乐来给妈妈 但并不是说孩子喜欢或者不喜欢 那么如果是柔和的音乐 能激发母亲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对美好片段的回忆 然后心情平和 情绪稳定 这无疑会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能环境 除了改变所听音乐的风格 专家还提醒 准妈妈们每次听音乐的时间 每天不要超过两次 每次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 同时 孕妇的房间有条件时 也应该选用能隔声的门和窗 为营造安静的空间环境 减少声音伤害 很多技术人员在这方面 开始投入更多精力 进行技术革新 制造声音容易 让世界安静下来难 多站在他人的角度 多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 也许就会有更多的人 能远离声音的伤害